今日市政府22号在求情国师基板 精神科技高分优衡公司 学习在股管理系统关键技师 含今日市政府还有台北科技大学 签署教育大剩期合作逼望楼的签署技师 精神科技公司是由总经理听应料代表教授 公开关键今日市各号 学习在股管理系统总经577号 价格103万 希望可以为学习近日的所谓学习安全来保管 学习在股管理系统对着所谓学习很重要 可以提供学习在股的安全性管理 应用程式的管理 还有设定管理和资料保护丁丁的功能 让学习可以友好来管理学习 使用的学习在股经营 较为学习环境的安全合法律 精神科技高分优衡公司 为学生所为学习安全保管 22号由总经理听应料代表 关键今日市各号学习在股管理系统总经577 市计划提供到股管理系统总经3万 教育部的数位学习的表现里面 我们南挂的四大奖 包含我们是基优的数位学习办公室 我们是全国基优的学校 全国基优的教育人员 全国基优的教案的设计 那么在这整个四大的这个奖项里面 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这也代表着我们家义士教育 在整个科技里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AI的时代 这个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有效率的 让生生有平板的这一些学习效果 能够更加的显现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 这个精胜科技捐赠了577套的 相关的这一些平板的管理系统 让我们能够对于学生 还有老师使用平板的各项的学习活动 还有师生的互动的相关的数据 能够非常安全的来被使用 另外国内台北科技大学 也由辅告母长王真淑领军 陪甘义士教育 参加教育大所纪合作比谋录 未来将协作到甘义士教育 分析甘义士所为学习的各项资料 将所纪专业成为基体 而且有意义的信息 作为第一帅的教育 陷阱设计会的重要经济 透过整个的一个传输到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 这个非常专业的教育的数据的分析 那么能够产出未来我们加义士 在整个教育的表现上 不管是各个阶层 不管是各个面向的 他的这个参考的这些数据 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些数据 来做我们的政策分析 也能够掌握各校 那么在这个办学上的一些成效 那当然这个也会带来我们整个教育现场的改变 包含老师们在使用这个相关的这些科技载具 都要重新的做一些的在职的训练 还有校长们在办学 怎么样能够来去解析这些数据分析 都是我们未来要再继续来努力的课题 谢谢大家 旧人国社是刚开始推动 所有学习的重点 在校长党养家后的专业之下 旧人国社高校团队这些 参加各行所有学习队位 以探格学习在乎 提醒着告诉所有学习的作用 应征有这个所有学习环境 不仅好好学习在乎已经达到 每个人都有一台 在在多个区买当时 每个学生都有平板的理想 最近新闻都定属翁收山 刚一起彩虹火兜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